哈囉大家好我是卡月娜 歡迎收看今天的星界神話 OK 那個 我很抱歉 我這個禮拜因為我要出遠門 所以 沒有辦法直播那個 沒有辦法直播 制服的東西 沒關係我們下個禮拜再來看看吧 那總之就是今天要 我一直切都別的畫面 今天就繼續來看劇情啦 對 上一次好像是說墓園那邊出事情對吧 那我們今天就是來看一下墓園這邊會出什麼事情 其實我覺得 我現在只剩下星界神話在做這種看劇情的東西 其實 一方面也是給我一個動力去看 因為你知道的 愛爾之光是會有人上傳 主線的影片到網路上 所以我可以去看 但是 星界神話不一樣 星界神話沒有 所以我沒辦法 說就是上網找 可能有啦但是我沒發現 那總之就是我覺得 像這樣看故事我覺得蠻愜意的啦 因為星界神話本來就是一款休閒遊戲 我講真的 對我來說它就是休閒遊戲啦 對啊基本上你們看到我每天上線應該也只有卡等的時候吧 就是努力練等的時候 只有那種時候你們才會看到我 在線上 對 謝謝大哥 好啦那總之我們要跟他講話 軍醫迪亞 你覺得沒什麼問題並麻煩迪亞告訴你草耀的位置 哇你真是太好了 就麻煩你了 草耀附近也有有 也 附近也許有 摩喔喔喔對不起 喔不要我以為是什麼許多 也許有魔物藏匿 你還是要注意安全喔 好啦我們去找 草耀吧 太近了吧 不是太近了吧 我以為這是什麼奇怪的地方然後原來就 就是這種地方是嗎 對就是這個草藥 非常感謝你 你還是 你覺得還是很擔心在進進墓園的各位 詢問 提亞 墓園的位置表示自己想前往幫忙 看你好像也神不守舍的 原來是在擔心大隊長他們 你放心他們很強的 我 你這樣講我更擔心了 你要是真的很擔心的話 我也是可以告訴你在哪裡 說吧說吧 就在這裡是吧 從這邊走過去就可以看到金金墓園的柵欄 還請你凡事小心 OK 當你靠近金金墓園時前方正告險峻 裴恩已經有些艱難的在對抗了 然而你在環顧一圈發現伊文也在其中 你緊驚訝的趕快與伊文會合 你怎麼來了 路上沒有遇到什麼呢 你表示路上沒有什麼 並詢問伊文目前的情況 我感受到這邊有古城的氣息 發現葵力的幻影士兵潛伏在此 剛好有村民經過被他們攻擊 並現身出手攻擊葵力的幻影士兵 這些幻影士兵 比之前強大許多 非常難對付 要小心點 你想要前進冒冒時 葵力的士兵幻影又出現在前方 小心啊 沒有 有動畫 怎麼越來越多了 而且顏色還不一樣 真是越來越多耶 但是越來越多耶 居然有語音 不是居然有語音 你們現在是 只剩路人的 通告費了是不是 不是 你們現在是只剩路人通告費了嗎 太扯了吧 又方剛你先回去村莊支援一趟 請一路順風感謝你們 看來村口已經建立起防衛小隊了 你提議我們先向 守衛了解目前狀況 OK 這是哪裡啊 喔 怎麼又是這兩個 等一下 這兩個是不是常常出現啊 等一下 喔 幽靈水墓 然後這邊有野牛 這種森林小鏡真的蠻棒的 不好意思我那個應該是選安吉拉斯在叫 已經變成安吉拉斯的叫聲了 原來是你啊 是大隊長讓你們來的嗎 你點了點頭 並詢問事情的經過原由 是這樣的 剛剛村民回報村口似乎有奇怪的魔物在徘徊 過不久便接收到只有村民被傷害的訊息 所以我們這小隊就先抵達這裡 發現這些魔物在攻擊結界 我們派小隊伍上前竹子 魔物卻開始攻擊我們 發現他們很強大難以對付 這些古神士兵怎麼會攻擊結界呢 這些魔物太強大了 必須架起主人他們的欄杆 避免進入村莊 但現在人手都掉到荊棘墓園了 沒辦法抽出人手架起欄杆 謝謝 我沒有要當工具人的是吧 跟欄杆防禦柵欄說話 對啊柵欄跟欄杆是差很多東西吧 這條路是 我們之前那條路嗎 不是 喔 中間這條路 原來是中路啊 非常感謝資源 看起來安心多了 51等 外加96等 我們這邊點 攻擊好了 我其實不缺爆啦 因為 你們應該都有發現 我其實真的不缺爆 對 眼看魔物不停的在破壞結界 感受到一絲危機 看樣子還是將村民疏散到祭壇之處 那邊有生物保護 應該會安全許多 那麻煩你幫忙通知各地村民 先前往 祭壇之處避難嗎 這個 這個劇情不是已經演過一次了嗎 之前我們在 引渡村 不是引渡村 呃 呃 在一個村莊 我們就搞過這一 我們是不是搞過這一齣啊 然後 賢者 欸還是村長 犧牲嘛 欸 這是哪一張圖 等一下 啊不就 啊不就 引渡村 那靠杯啊 引渡村 我以為這招已經玩過了 沒想到這裡還要再玩一次 看起來村民都非常的不安 突然從村口傳來一聲巨響 發生什麼事 終於有一個像樣的運鏡了是吧 哎喲 欸我妹子耶 不是就這一點人力嗎 然後又跑掉了 很明顯就是在吸引注意力啊 基本上啦 他講的應該都會成真啦 蒙月村 喔喔這個村叫蒙月村喔 這裡還 欸這裡還是那個喔 這裡還是村莊喔 喔喔他的村是這樣子的 你提議不管古神族是不是為了聖物而來 我們都先去祭壇之處查看吧 好 那我們就進過去吧 欸 那邊那位不是游擊 你往依文所指的方向看過去果然是游擊喔 我們過去看看嗎 哪裡啊 哪裡 Where 游擊 是你們 是你們 你們身體好些了嗎 一表示都好了 也非常謝謝 尤飛娜奶奶的藥水 原來如此 奶奶藥劑很好用的 WTF 斷句斷好啊 欸 的呢 這位是我們蒙月村的村長蘇星 你們是游擊 從魔幻之身 幻境救出來的冒險者吧 這一次魔物奇蹟 也多虧你們的幫忙 才能穩定住情勢 非常感謝你 你表示這沒什麼 只是舉手之勞 明白為何魔物會突然攻擊村莊結界 目前村莊 還非常混亂 你們怎麼會出現在這裡呢 阿就 出事啦阿伯 我們推測魔物攻擊村莊是有原因的 可能是因為聖物的關係 我們要盡快去檢查聖物是否安全 聖物 他們居然是衝著聖物而來的嗎 然後我們得盡快到達 輝月祭壇 沒想到這裡也被魔物佔據了 我們得把魔物清除掉才行 這就交給我們吧 好 OK 又來的是吧 夜矛球 欸這裡我就真的沒來過了 有時候我會偷晃 但是這裡我就真的沒來過 而且還過不去 好吧 欸這條道路我很喜歡欸 就是 之前有跟你們提過的 看得到樹頂的路 其實還蠻漂亮的我覺得 漂亮欸這裡 會有一種就是那種森林步道的感覺 會讓人想走下去 個人是蠻喜歡的啦 所以其實你們看我這個 宰在家裡逐不出戶的人 其實以前 常常會跑去一些深山裡面 就是為了走這種深山步道 吸收日月精華 然後把大地炸乾 沒有啦沒有啦沒有啦 好了 打完了 這個步道感覺好棒喔 然後這個步道這樣子 一瞬間就結束了 太難過了吧 終於清除了 會月計程就會前方 聖墓就在那了 這裡有魔物怎麼也失去理智了 一定是因為明日方周晚太多了 我們要加進腳步 我有個不安的感覺 似乎覺得村莊的結局有所減弱 這些倒下的士兵 快去向前幫忙集體怪物 不然這些事情可能會撐不住 哇太多了吧 好啦 直接清完 直接清完 欸 進來了 突然出現沒有看過的魔物寵物 開始攻擊我們 不曉得發生什麼事了 有人成功闖入聖地嗎 未發現 雖然沒有發現有人搶入 但我還是不安心 還是確認一下 Empire 那個紫袍的人到底是誰呢 怎麼看起來有些眼熟 你看這魔物圈的村長 是不是有點不太舒服 全部倒下了 蘊 genre 雪 盜走的聖物 蛤? 已經被盜走了嗎? 我現在 我要施展個祕術 哇 原來是 原來是 原來是憂鬱燃掉啊 喔 拋杯 怎麼是他 居然是他 菲尼克斯 你又闖大禍啦 你又闖禍啦 菲尼克斯 沒事 只是利昂消耗太多了 你明顯能感受到 周圍保護村長的姊姊更加虛弱了 詢問村長是怎麼回事 我現在有一點虛弱 有急來幫我回答吧 好的 聖物即使維持結界的力量之一 其二是 生長的魔力 但是 人的魔力是有限的 也必須回復 故的聖物若消失此結界 便無法正常維持 必須另循維持結界的聖物 但聖物在村莊許久 也沒有研究出到底是何則產物 很明顯是造物主 所以結界的聖物才會一直放在此處維持結界的運作 現在結界破了 通常村民會抵擋不住來自魔幻之身的氣息 這該如何是好 讓我猜 讓我猜 我們家小蘭是不是又要把聖法馬拿出來了 聖物的失蹤會造成極大的恐慌 擔憂 村民會為此感到不安 想要先安撫村民 並命全村的守衛先退守村莊 維護村莊安全 OK 麻煩你去轉達了 所以這裡也有一尊女神雕像 然後不知道是誰的 齁 好 不知道是誰的 欸 都 等我一下喔 這個祭壇其實感覺還好沒有很大欸 想要回村莊 喔 喔喔 好 喔 然後我那天問了一下 有人跟我說那個 有人跟我說 藍金技能啊 那個誰 藍金技能好像 秘術的很沒有需要是不是 所以 我後來就沒有去打了 好 我們這邊了解了 現在點什麼 攻擊 發生什麼事了 出事了阿伯 我真的覺得這句 我真的覺得那個出事的真的勇敢了 有個靠杯的 那個阿伯一定會被嚇死 你回到城中 這邊說明已經跟 守衛轉達退守消息了 感謝你的幫忙 聖物一定得拿回來啊 不然姐姐可能撐不了太久 可以麻煩你們幫忙尋找聖物下落嗎 可以可以可以 之前他們用聖物救過我一命 我也很好奇 到底是什麼東西 有這麼神奇的力量嗎 等我一下喔 幹 垃圾車的聲音操 好 我回來了 垃圾車走了 然後我抽到赫拉格了 沒有啦 克金克克 我在等的時候稍微克了一下金 結果抽到赫拉格跟能天使 我真的是不知道該做什麼 我有點想要 我有點 有有 有那麼一點想要 有那麼一點想要找路 因為找路其實看起來蠻婆的 可是 又來了赫拉格 沒關係 老男 老男人的魅力也不錯好不好 醫師後顯示的方向似乎與古城線索一致 也許可以順便搜尋一下 會有什麼收穫 那我們也就去看看蒙月村的聖物吧 OK 可是太感謝你了 看聖物最後是前往晴天掩脈的方向 也許晴天掩脈能獲得聖物的下落 若是到了那邊 你可以上報是從蒙月村而來的 他們會幫助你的 OK 然後直接傳送 謝謝 好啦 那我們今天也就先到這裡結束了 對 沒有錯 完成了一個地區的旅行啦 那這一次 這裡就要開始準備 會面對傳說中的黑日神廟了 OK 好啦 那我們今天 的影片先到這邊結束了 那這個禮拜 也不會有直播 對 就是愜意的一週 好啦 那就先這樣子了 謝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禮拜就來慢慢 觀... 體會一下這個 呃... 橙黃色的森林 這個 神秘的 請天掩脈好不好 好啦 那就先這樣子啦 謝謝大家 那我們就下回再見啦 欸好快喔 西大陸也快逛完了耶 可以去東大陸了對吧 快了吧 對吧 真的耶 水啦